韓國的戰利品 大家好,我是Haddy 第二集繼續分享韓國的戰利品 今天會有三副鞋襪、食物雜巷和食物 節奏要快一點,因為很多很多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我在韓國買了什麼 千萬不要錯過,現在馬上開始了 以前去韓國我很喜歡大手入ColorCon 但今次去到OLANDS,他沒有做一些大手入Color 買一送一優惠 價錢比我上個月在HKTVMORE買 是更貴了一點 所以今次我只買了這兩盒 是他們最新的Double Teens系列 我以為香港未有,但原來香港也出了 總之就不買了,我買了灰色和啡色 這款是有一個外框 然後裏面著色,不是完全圈著的 是兩邊有一個彎月的形狀 我自己戴過就覺得它沒有Vivirin那麼漂亮 我今天用了灰色,大家可以參考一下戴出來的效果 而其他品牌,Lensme,Lensetown 我是中過很多服 要麼太乾或者弧得不適合 這次我就沒有買到 然後不如說飾物 我真的很收斂這裡 先說頭褲 其實本身還有多一個 我看中了一個橫色頭褲 但是沒有貨 是EMIS這個牌子 全部顏色都沒有貨 兩間分店都沒有貨 所以最後只有這兩個 今年在韓國是很流行 這些有少少的高度 但又不是很拱形 它是軟軟的頭褲 這個是比較格仔的 黑白灰 但是是很小很小的格仔 而另一個就是一間布鐵叫做Depan 它是深啡色 然後旁邊就會有個小牌子 之前曾經經經過一些很拱形的 我不敢帶出街 因為太浮誇 這些帶上去整個人是很斯文 很有氣質的 我也不想這樣說 但是不出聲的時候是可以騙人 這個啡色是比較低調 然後這個會高一點 一個黑白灰 配上一些復古的衣服 就會很漂亮 然後就買了一些耳環 這個聖誕樹很可愛 全部都是幾千瓶 是不是很漂亮 然後去到康南洞 我看到有一間食物店 裡面的東西很精緻 忍不住就買了兩條項鍊 都是一個超級無敵幼 有顆很小的珍珠 一個玫瑰金色 一個金色的 也有多一雙耳環 這一雙我也是很喜歡的 還有有一隻很小的戒指 它真的看上去的東西很精緻 然後在街頭被一個河妹燒了我買髮夾 我看到它夾著一個透明的幻彩 覺得很漂亮 到處去找 四千瓦 二十元左右 我就順便買了這個 好像貝殼式也是幻彩的 兩個我都覺得很漂亮 不過我始終不是經常用 不敢買這麼多 一個起兩個子 但是去到帽子 我就買了綠頂了 其實我不是只想買綠頂的 但是金先生按著我 他說綠頂已經夠了 對了 先說了CAT帽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戴CAT帽 這個EMIS的牌子 不能不買 最近那麼熱 它的帽形呢 其實我還是覺得很漂亮 韓國今年是比較多這些扁一點的CAT帽 但是它戴完之後 那個形是很漂亮的 對了 這一頂我買了一個很特別的Burgundy顏色 然後金先生買了啡色 我逼他買的 因為他買完我就可以偷你戴 之後就買了這兩頂 牌子是EBFD 我沒聽過的 但是實在是太喜歡了 我本身看到這個毛巾質地 就已經抗拒不了 還有它的綠色 金先生說女生不怕戴綠帽 是男生才不戴得 我就很喜歡它是Pastel Green 買它的時候 它是不知道七折還是半價 所以同一間店我馬上選多一頂 你們說了 這個粉綠色是不是很漂亮 它不是飽和度很高那種 然後外面很少出這個顏色的毛 我真的很喜歡 最後還有這一頂 應該對牌子或者這個樣子不陌生 因為都是最近很流行的一個品牌 兩個字形容了 八搭 然後剩下兩頂毛 淺藍色 這個Baby Blue 它是一個淺藍色的毛巾帽 是Nerdy這個牌子 還有買了這頂拉帽 是SPAW買的 今次買的所有帽 我都覺得寫了我的名字上去 每一個一戴上去 就覺得是我的風格 這個毛巾帽 還有戴上這頂拉帽 我也是覺得超可愛 是不是很適合 是不是買到停不了手 如果不是今生不讓我再買的話 可能十頂都來 說完一些帽子之後 就到手袋了 今次整個旅程 最多人問 應該是Nerdy 這個紫色的毛巾手環袋 它是漂亮、可愛、實用、雜於一身 大家不要以為它是一個很廢 很小的袋 但其實它可以安裝到整部電話 大把位置剩的一個袋 還有它還有一條的背帶 不只是手環 或者是上膊背 它是可以側背的 在Immis買到CAT帽 但買不到頭褲的情況下 我突然間很想買多樣東西 看到它的顯示器 把頭褲囊塞在袋子裡 有多可愛 不知為何帶了它們回來 我現在試試看 我買的時候是沒有檢查過的 沒問題 這樣可以了 實用 之後再買多了兩個 就是另一個牌子 店舖是在聖水洞一走進去 就看到了 然後這個米白色和這個大小 都是大家在IG投票的 但是我就覺得 真的很想要一個小 就買了它 開關是沒有拉鏈的 但是它做得很實的 然後外面這個花花 就是分開買的 這些花花 是可以在小袋子 這個 旁邊這裡穿著它 可以移形換影過來這邊 小的這個袋 就不要看它可以放到什麼了 這個應該都是我的放狗裝飾袋 可能不放一個粉餅 然後只有放一支唇膏仔 好了 趕快去到衣服 除了身上穿著的這一件之外 我深藍色也是買了另一件衛衣 來自Spao 這件小紅色又是超可愛的 我已經忍不住在韓國的時候穿了 是一個普通有帽子 然後有袋子的衛衣 當我去到的時候 不小心衫衣 只剩下超厚版 所以我就買了Cheap and Del 然後在剛才買綠色毛巾的牌子 還買了這件衛衣 因為減價和金先生說 上面那些花花很搭 所以就買了回來 之後還有一個牌子 我買得比較多的 就是Mardi 我買了四件東西 本身還有一個袋子 但是又是沒有貨 這次去韓國很多東西都沒有貨 不過這件的衛衣 是 我沒有買到一些冷衣 我覺得香港唯一可以穿到的就是衛衣 然後想買些斯文的衣 又看不對 所以全部都是隨便的衣 這件的衛衣 是很漂亮的 我真的超喜歡 很多朋友買這個Mardi 都應該會看到他們最經典的花花款 但是我又是不喜歡買一些經常都撞的東西 不如懶得特別買了他們這款新的衛衣 然後花花款出了漸變的顏色 我覺得很漂亮 就買了一件短袖 還有他們另一個很經典的圖案是 蠟腸狗我也是買了短袖 除了我自己之外 我就買了一件給Chopper 對呀!它有出小狗衣服 Chopper 我就買最經典的這個綠色花花 而下身我只是輕輕入手了兩件東西 都是來自A-Lan 有一條仿皮的半截裙 它前面有兩個口袋 是一個拉鍊款 然後就是一條很普通很隨便的長褲 它的質地很好 而且很便宜 它是39,800瓦 百多元而已 這條裙子都是大約這些數 讓我看看 它是29,800瓦 哇!還便宜了1萬瓦 去到韓國又怎麼可以不買Gentle Monster呢? 我入手了一個太陽眼鏡 我選了這一副 不是很浮誇或者是季節性的款 它是長青的 然後很修飾面型 所以我自己也覺得買得很好 然後它的眼鏡袋 我都覺得很漂亮 完全遺忘了我還買了一對New Balance 這一對是1600 我本身是看中了XC72 一對粉藍色或者粉紅色 給大家投票 但是兩個都是沒有我買的 然後我就在想有沒有一些燕蜜色 或者是灰啡色系的 比較適合我平時穿的衣服 然後我就看到它 它真的很漂亮 還有剩下最後的一對 是有我買的 一聽到這些字就知道要買了 所以買了它回來 還有這麼大袋 這裡就重選跟大家分享 這個是有一點失心風的 看到很多不同味道的Nutsy 是有一些很吸引的 例如Duckie 炸雞辣雞味 總之我就什麼味道都買了回來 然後這個也是瘋的 在Daiso看到很多Cacao Friends的東西 全部都是1000瓦 2000瓦我就大騷 很特殊 除了剛才的袋子之外 有超級多不同的襪子 他們超可愛的 真的超可愛 不買不行 還有這三款的MT 一些器皿粉撲 膠布 還有指甲貼 還有逛街的時候 看到很多很漂亮的襪子 又忍不住買了回來 在Cacao Friends專門店 又是買了襪子 究竟我這次買了多少襪子 然後買了一支筆 這個也是給大家做手信的 有兩張很有趣的貼紙 是買給鄰居做禮物的 然後有記錄紙 還有這個在虎山小貨車買的 放在衣櫃 放在衣櫃 放在衣服 是會有香味的 我還在一些文創店 買了兩個貼在手機後面 用來拿著的那個東西 我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總之其中一個會給大家做手信 你們會選哪一個 真的到最後了 兩款麵 這個拌麵 我每次去韓國一定會買的 其實香港不難會找到 這個碗紅的牌子 但是全部都是拌麵 這個拌麵很難很難找 所以大家去韓國的時候 都可以買來試試 我很喜歡 吃了很多年了 它是一點辣 然後很野味 如果看回以前的韓國購 都應該見過它的蹤影 還有今次看到一個是蟹味的麵 就買回來試試 不用買 這個吃完就覺得有點辣 是沒有什麼太大特別的 我以為它有隻蟹在這裡 會很鮮味 沒有 完全沒有 總之大家如果要買的話 都是跟我買這個 很好吃 全部戰利品終於分享完 看得爽不爽 不要跟我計算買了多少錢 我不想知道 我不想見到那張月結單 但是你們看得開心 我買得爽的時候 這條片都拍得很開心 Anyway 希望這個購物樂 可以給大家一個參考 現在在韓國究竟有什麼買 然後我買了什麼 看得開心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Subscribe我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Upload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時間J7 我們下條片再見 希望不會太快去旅行又買東西 真的要先添碟 拜拜